下面咱们来看混凝土8的施工技术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整个教材 它前面是工种 包括混凝土的制备用书 然后再下面钢筋模板 那下面又回到构筑物的施工 混凝土8的施工技术的话 这里边首先第一小节明确了 胶筑的对象 也就是胶筑仓怎么画出来 我们前面给大家在案例里面强调了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把这一节的内容的话 你稍微看一下 案例的你前面的要点为主 也就是到底胶筑怎么画出来 把它整体的一个画风的一个思路建立起来 好我们来看要点 混凝土重力吧 有横缝纵缝和水平施工缝 这个要知道 然后沿着霸轴方向通过横缝 记住通过横缝 霸封成15-24的霸断 那么具体到横缝的作用 中锋的作用 这个大家大致看一下 我前面讲过了 我去再说明了 另外的 拱八是今年新补充的 把这注意下 拱八呢 我们也是垂直霸轴线的 垂直霸轴线方向是横缝 垂直霸轴线是横缝 那么但是呢 横缝呢 拱八的横缝 我们强调到进行灌浆 那么这里面的书缩缝的话 有横缝 中缝两种 这个呢 注意一下 116页呢 你教材呢 要看的话 我是建议把116页的 第一节的 这一第一段看一下 尤其是今年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图 在教材里面给了个图啊 教材里面的这个 给了个图 一个图呢 就是咱们横缝的图 第二个图呢 就是关于呢 中立霸的 丰丰的 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个我们该都过一下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 把它用横缝 缝成若干个霸断以后啊 最终的目标是 你是要把每一个的交入仓啊 要确定出来 这个交入仓怎么确定呢 是利用纵缝 加水平缝的方式 那么其中呢 纵缝呢 有一种呢 叫竖直缝 或者叫垂直纵缝 它是呢 平行霸主线的啊 平行霸主线方 我们的垂直板面 是这个霸主线方向 垂直霸主线方向 把它缝成若干个状块 再利用水平 把它切成若干个交入仓 这个呢是咱们所说的叫竖缝 或者叫垂直纵缝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是错缝 错缝和它不一样的 你看到这个纵缝呢 或者是垂直纵缝的话 它从底部一直通到 这个霸体的霸面的 然后呢 这个垂直的这个错缝的话 大家可以看的是交错布局的 交错布局的 那么这个呢 是斜缝 那么垂直 那么它主要是利用了 它的一个 那么主因力轨迹线的 设计了斜缝 再结合水平缝 那么把它缝成若干交入仓 那么我们现在的总的趋势呢 就是呢 像不设纵缝的 不设纵缝的 那么这个呢 每一个霸段 不设纵缝的 那么这个水平的 通仓的这样一种 风快方式 这个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但是呢 目前的主流的施工 还是以这种呢 封层封块的 我们叫柱状工艺为主 把这几种缝 要能够识别出来 另外就是教材116页的 今年新增的 那么关于拱坝的缝缝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个116页的 这个变化内容里边的话 我刚才强调了 一个呢 就是15到20米的 这个坝段 要知道啊 那么另外呢 这个横缝呢 我们呢 重力坝的横缝 不灌江 然后呢 拱坝的横缝呢 要进行接缝灌江的处理 那么这个要知道 然后呢 这个里面有一个细节 教材116页啊 这个地方呢 我就在教材里面 给你强调了 咱们这一段的倒数 1234567 倒数第七行 拱坝的接缝灌江 安排在什么时候呢 坝体混凝土冷却到稳定温度 记住啊 冷却到稳定温度时 再进行接缝灌江 是拱坝的形成一个整体 然后收算分有横分 中分两种前面提到了 这是关于今年变化的这一段 这一段呢 大家关心有没有案例啊 这一段案例呢 我估计考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它要考的话 也就是一种延拓性的考法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结合一个具体的构筑 你要能够进行呢 胶筑仓的划分 基本思路再重复一遍 首先是利用呢 那么垂直于霸轴线的 横缝 把整个的一个结构体 或者说垂直于这个 那么结构轴线的横缝 把整个这个建筑物的话 缝成若干格的结构体 然后围绕每个结构体呢 再利用呢 施工缝把它切成若干格交流藏 这是一个总的一个思路 然后呢 在具体的切入过程中的话 注意结构本身的 它的一些呢 受力方面的一些特点 那么避免呢 比如说呢 咱们前面举个例子 对吧 在咱们这一个呢 牛腿的地方呢 你一般是不能施工缝 因为那个媒体简历比较大 就注意这些细节上的一些区别 这是我们呢 关于这一段的话 要注意的 那么把教材的这个 主要是教材的几个图 如果说给出来以后呢 要能够呢 根据它的问题进行选择 然后呢 这个其他内容的话 是客观的考核点 就是关于其他丰分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很快看一下 那么这个里面呢 这个关于呢 这个束缝的话 那么交流块厚度 一般交流块高度 一般三米以内 这个呢 注意一下 另外呢 关于斜缝 那么斜缝呢 它主要的设置在 两组组云林之一的轨迹面 设置斜缝 另外呢 斜缝呢 可以 斜缝呢 可以不进行灌将 可以不进行灌将 这个注意一下 另外呢 斜缝不能只通到 巴的上一面 关于这一块呢 我给你理出来的这几个 点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它可能会问你 下面关于斜缝的说法 正确的事啊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关于斜缝的话 大家主要抓住 它的几个 分块的一些要点啊 那么很快的读下去过去 那么另外 这个斜缝的话 分块呢 它的特点呢 是有一定的交流程序 注意是上游块先交 下游块后交 上游块先交 下游块后交 而纵份分块的话 在交注上呢 是这个比较灵活激动的 呃 我们的这个 在PPT里面 也提到 有学员呢 问了这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要 上游块先交 下游块后交 呃 这个里边呢 主要呢 是我考虑是 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那么咱们的斜缝呢 它是设置时 沿粮子主义之一的 轨迹面设置的 所以说呢 一方面呢 那么我们上游块先交 下游块后交 是处于呢 硬力的 我们的这个 关于呢 斜缝分块的 它本身的结构方面的 一个要求 那么再有一个呢 那么也是一个 非常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咱们这个 呃 满足临时 断面的 挡水的要求啊 那么我们在 大家回顾一下 在前面讲过 杜秀 回顾一下 那么我们的讲呢 不管是土石吧 还是重礼吧 在 第一个枯水期 我们呢 尽可能的 要将霸体呢 抢修或者抢周到 南红水位以上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呢 一般的杜秀的话 那么进入到 第一个枯期以后呢 我们一般的杜秀方案呢 是以霸体杜秀为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第一个枯期 到来之前呢 那么霸体要达到 南红水位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大家呢 就能明白了 对吧 那么如果说 采用斜缝分块的话 为了满足咱们的这个呢 霸体临时 挡水的要求 那我们呢 要 对于斜缝分块的话 那么大家一想明明 要上一块鲜胶 上一块鲜胶 下一块后脚 上一块鲜胶 下一块后脚 那么这个 以满足呢 咱们这个呢 霸体本身的一些 引力状态的要求 那么这一点 我想呢 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也就明白这个事了 好 这个呢 我们就过去 那么另外呢 关于呢 这个错缝的话 呃 胶材118页的 把这个注意下 霸块 霸体尺寸较小 一般长霸到14米 分子厚度1到4米 这个细节注意下 就过去 那么这样的话 关于这一节的定位呢 我们再重新的强调一下啊 也就是说 关于这一小节的话 大家着重注意的就是 交入仓怎么画出来 那么今年新增了拱霸 也就注意了拱霸 接风灌降的时间 那么另外呢 就是要掌握了 交入仓画风的 整体的一个思路啊 我前面呢 已经多次提到了 另外呢就是呢 我们关于呢 协谋分块的表述 呃 把集中表述的要点抓住 作为多项选择地 选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一节 我们就到这里啊 如果有时间教材看看 没事就按照强烈的一点 去抓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 红几土的质量控制 红几土质量控制呢 总体呢 这一节的话 是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但是呢 我们呢 其实在前面的 段障区都已经涉及到 相关内容了 红几土质量控制呢 它是一个 总体是一个 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啊 所以说对这一节的定位呢 那么 给大家的建议 教材内容也比较少 你有时间的话 把教材通看一下 有时间教材通看一下 然后呢 这里面的要点 我们抓住几个要点 它整体的质量的控制 是一个全过程的 从原材料入手 然后 涉及到它整体的过程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 半核 用输入仓 平仓 挣到 养货 各个环节 另外 那么我们的质量控制的 必然要辅助于相应的 一些检测方法 那么这里面的 关于检测方法 那注意下 现在的红几土质量检验 以抗压强度为主啊 这个要清楚 抗压强度为主 把它做成呢 15乘15 或者150乘150乘150的 立方体世界 这个要清楚啊 那么再有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用黄色标的 希望大家注意 这个内容的话 可能会延伸到案例啊 也就是说我们呢 关于呢 这个下面的 下面的这个 几个点的话 希望大家能引起注意 应该讲这一块内容呢 我估计呢 考科幻的感情更大一些啊 红凝土抗压事件 强度的检测结果 为满足 规范合格标准要求 或者对红凝土事件 强度的代表性 有怀疑的时候 问你怎么办 那么我旁边呢 写个案例 建议大家这个呢 以一个离散的小 因为我们案例 有些是没有系统系 离散的啊 比如说这个 它就是离散的案例 对质量把关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那么这个 前置条件 检测结果 为满足规范合格标准 或者说 事件强度的代表性 有怀疑的时候呢 怎么处理 可从结构物中方法 赚取红凝土新样事件 这个要知道 赚取红凝土新样事件 或者是采用 无所检测的方法 那么按有关标准 对结构的强度进行检测 所以这里面呢 主要强调呢 方法 钻孔取红凝土新样事件 或者说 无所检验方法 进行检测 如果说 仍不合格 应对建成的结构物 按实际条件验算 结构的安全度 采取必要的 补救措施 或者其他处理措施 这个呢 在工程实践中 也应该是经常会碰到的 就是 我们按照正常的取见 检测结果 为满足要求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么 采取钻孔取新样或者是红尽检测 你前面的检测是按照什么呢 做成红尽土事件的 对吧 那么做成红尽事件以后呢 不满足以后呢 那我们这时候呢 那么这个呢 代表性有怀疑的时候呢 咱们的取新样 记住啊 就是取新样或者红尽检测 记住这两个 那么另外呢 以建成的结构的话 应采取钻孔取新 或者是和压水实验 压水实验 那么这个要知道啊 这是关于这一节 我想强调的两个点 其他例如呢 你总体来讲呢 其实就这么点东西 总共呢 半叶指头 有时间还是看一下啊 然后呢 重点是抓住 我们刚才强调的 这个点 以及这个客观一点啊 那么这样的话 关于呢 这个混凝土坝的施工的话 就这么多例如啊 它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把整个一个 混凝土的工种的施工 搞清楚以后呢 混凝土坝的施工呢 主要落在呢 胶若仓 怎么把它确定出来 胶若仓确定出来以后呢 下面就是胶若仓的胶筑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在案件里面 强调了 对于混凝土工种的施工啊 它应该带有广泛形容 所以说关键呢 胶若仓怎么画出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点 另外这张检测方法呢 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全过程的 然后呢 一般呢 是以看下墙的为主 然后如果说 那么这个有怀疑 或者是不满意要求的时候呢 该怎么处理 给出了下墙的方法 那信仰 混凝土信仰的事件 或者是无数解议啊 好 这样的话 关于长台混凝土坝 我想呢就这么多内容啊 下面我们看年安混凝土 年安混凝土 我们前面提到了 这个目前呢 应该在国立呢 应该是和前面的面吧 坝一样的啊 在我们国立的话 应该是也是一种的 目前呢 也是一种的 常见的坝心 当然呢 它的这个 这种施工的方法的话 和常态相比呢 应该是总体的 采用面的话 没有常态那么广泛 但是在国立 针对呢 混凝土坝呢 那么年安混凝土坝的话 它是还是有一定的 使用量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这个呢 也是大家 作为一件 你要注意的啊 作为一件 一件的面板和一件的牙 这个都是必须注意的 因为呢 它在 那么咱们的大型的工程里面 还是比较常见的 首先 坝的它的结构形式呢 它是做成一种叫 金包营的结构形式 所谓金呢 指的是在它的三个区域 用的常态混凝土 主要是呢 那么这个呢 防胜 赖魔 银呢 内部混凝土 用的是银洋混凝土 所以说呢 大家主要抓住这一点 这一个科幻的考核点 在哪些部位 设置常态混凝土呢 一个是在上游面 记住啊 在上游面 设置常态混凝土的防胜层 那么另外呢 这个在下游面 一个是上游面 一个是呢 叫金包营 对吧 金上游面 下游面 设常态混凝土 那么另外呢 还有呢 这个咱们的一流面的 一流面的 在一流面的 这个部位呢 那么这个 为了增加它的 抗充赖魔的性能 那么我们呢 用常态混凝土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呢 这个银洋混凝土吧呢 它这种金包营 断面的话 比较典型的就是呢 上游 下游 以及一流面 那么用常态混凝土 内部用银洋混凝土 另外这个呢 是要注意到 我写了个案例 尼洋混凝土 总体来讲呢 不管是咱们的 只有两种柱吧 一种RC RCD 它的工艺呢 应该有相对的 这个类似性 而且呢 目前呢 在我们国里的话 这种工艺的话 已经是那么 比较普遍 比较成熟了 这个工艺流程要记住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了 混凝土的 银洋混凝土的 工艺流程要记住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案例点 先在出胶层铺砂浆 把它的几个过程要记住 它一种是让你写出来 一种是打乱 让你排序 出胶层铺砂浆 然后呢 汽车用输入仓 平仓机平仓 正导压实机械压实 那么震动切缝机 切缝 然后切完缝 再延缝 那么这个切完缝 再延缝 无证 碾压两遍 这个工艺流程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点 我们教材给了一个图 你如果实在记不得 你就按这个图 比较形象 你可以记住了 关于银洪凝土的 第一个案例点 注意这个点 那么第二呢 就是关于银洪凝土施工特点 这里面呢 主要是客观的考核 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多元题 银洪凝土呢 它的典型几个特点 一个是干瓶洪凝土 干瓶洪凝土这里面 也就是它的这个 水泥用量比较少 那么干瓶这个里面 主要体现在的水泥用量比较少 采用干瓶洪凝土 然后呢 那么水化液可以降低 另外呢 大量摻粉明灰 从而来减少水泥的用量 那么另外呢 采用的薄层 薄层 这个通仓 薄层胶处 那么切缝的话 这个用切缝机 它的横缝 那么这里面是整体的是这个 可能是不同霸段 在一起施工 那么最重要形成霸段 怎么形成霸段呢 横缝呢 它不设纵缝 不设纵缝 所以说呢 横缝呢 是用切缝机 那么通过切缝以后呢 那么咱们的在缝内的话 要设置止水和填封材料 那么以满足呢 那么温控和不均成降的这样的要求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个通过呢 拥牙设备 针对拥牙设备 不像咱们传统的是通过的正导 对吧 这是个多简题 我们对着教材往下看 119页 119页呢 然后呢 这个干米红凝土呢 拥牙红凝土 拌合物呢 它的这个 用VC值 VC值来反映啊 拌合物的VC值 这个VC值呢 VC值是什么 简单讲一下 VC值就是呢 拥牙红凝土 在相应的 那么振动设备上面的话 那么 振动以后的话 它就液化了 对吧 振动以后液化了 就是在这个振动设备上呢 那么它这个呢 液化了所需要的时间啊 所以说它呢 单位是用的秒来反映的 现场呢 我们呢 一般用2到12秒的 这个呢 具体在后面又会提到啊 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VC值 到底选什么范围的 比较合适 多大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我们一般是选用2到12秒 另外书籍口的话 一般呢 意味呢 2到8秒来控制啊 这个呢 注意一下 是一个单选题 然后 119页 119页呢 我们这个 有一个多选题考核点啊 大量参粉煤灰 第二大点的 这个第二小点 大量参粉煤灰 这个里边呢 就是咱们呢 参了粉煤灰以后呢 起个什么作用 在第三 第二大点的 第二点的 这一段的第三行 大量参了粉煤灰以后呢 记住可以减少 苦凝土的初期发热量 增加后期强度 不要记反了啊 那么这个 可以减少的初期发热量 因为呢 你这个 咱们的这个发热量 主要是由于呢 水泥的水花热引起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你大量参粉煤灰以后 减少水泥用量以后呢 它的初期发热量 就可以降低 另外呢 增加后期的强度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呢 简化不公做事 那么有利于 降低工程成本 这个注意一下 再往后看啊 到教材的120页 那么这些都是客观题的 03点啊 所以说我们的前面 讲的三点呢 咱们就很快过 往下看到教材的120页的第四点 那么第四点呢 我把这个点呢 稍微注意一下啊 设置诱导孔 设置诱导孔 或者设置填缝材料等方法 形成横缝 我们前面讲的 通过呢 切 那么切缝形成横缝啊 通过切缝形成横缝 把这个呢 注意一下 那填缝呢 一般呢 用这个PVC 镀形薄缝板等 把这个注意一下啊 另外下面到第五点 那么第五点呢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一个细节强调的啊 连压混音图 它和长达混音图不一样 连压混音图 它主要是依靠呢 震动脸的碾压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的细节点 就是连压前 通过连压试验 来确定 连压变数 其震动的心肢速率 也就是说呢 连压混音图的 它的采用震动脸的参数呢 和土石坝相同类同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呢 因为呢 给水 在这个混音图里面 大量的参量缝灭会议以后 对混音图进行改信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呢 用土石坝的 或者土石方的压实机械呢 进行混音图施工 可以简化咱们这一个呢 整体的一个呢 那么混音图坝的一个施工方案 降低成本 那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呢 确定 在前面讲的压实机械的一些参数确定 对吧 一样的道理嘛 你要通过什么呢 那么压实验 确定压变数器震动脸的心肢速率 记住这两个 这是一个客观的考核点 常态是通过正导器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一小节 这一小节呢 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一小节呢 给大家的建议呢 定位就是呢 关于119页的第二点 施工工艺 我们刚才强调的 把这个作品案例点要记住 其他呢 刚才强调的是 离散的客观案例考核点 多多几遍 有印象 那么教材的内容的话 你有时间就看 没时间不看 问题不大 就按着强调点去看 那么在下面 质量控制 那么质量控制 这一块的总体来讲呢 应该是在2019年 考过案例啊 所以说这一块呢 我觉得今年考案例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那么我们这里面 同样的把一些离散的客观 你点了抓住 也就可以了啊 下面咱们来看 呃 一个呢 就是水胶笔 你按红头水胶笔的话 大致的一个数据 是不大于0.65啊 这个注意下 不大于0.65 再下面杀率 呃 这个杀率呢 也是注意它的一些细节的规定啊 三级配 你按红头杀率呢 28%到32% 然后二级配呢 32%到37% 把这个呢 稍微注意点啊 稍微注意点 好 再下面 那么干湿度控制 我们前面讲呢 它的干湿度是用VC值这个指标的 对吧 也就是说放在振动台上面 那么通过振动的作用 它的这个呢 那么我们讲的是反映它这个液化的这样一个时机啊 呃 这个时机呢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那么如果说呢 太小了 也就是说你短期里 很快液化了 表示呢 搬合料太湿了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这个难以正常工作 那么另外呢 如果说你要较长时间 才能液化 那么说明拌合料 那么VC值太大 表拌合料太干了 会降少 呃 架控 那么不易压实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呢 到底取多少值呢 前面已经给大家强调了 给出来 对吧 所以说你就记住 他们前面所给的 这样的话就需要有一个合理值 合理值呢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 119页 也就是前面PD给出来了啊 呃 现场是2到12秒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出击口的话 一般2到8秒 把这个数据影响就可以了啊 呃 这个呢 打上去呢 大家看一下就过去啊 然后再往下面 离散的一些客观点 我们注一下就可以了 呃 在下面一个离散点呢 就是121页 121页的 这个里边的 有一个呢 第三点 为了减少 骨料的分离 现场落差 不应大于2米 这个数据影响啊 然后堆料高度 不大于1.5米 这个细节 细节点注意一下 呃 再往下 再往下呢 就121页 121页 121页的第四点 第四点 呃 相对压实度 相对压实度是评价 你来混凝土压实质量的指标 呃 这个要记住啊 相对压实度 然后对建筑物的外部混凝土 相对压实度 不得小于98% 对于内部混凝土 相对压实度 不得小于97% 这两个指标记住啊 也是个高频的客观提点 那么 再往下面到第六点 呃 打出来的你看一下啊 你是以我强调的为主啊 然后下面到第六点 每一个碾压层 至少在六个不同地点 在六个不同地点 每两小时 检测一次 那么具体的 选择题 压实度 压实密度检测的方法 多选题 盒子水风密度仪 斜坡密尸度计 加速度计 等检测 目前较多采用的是呢 呃 挖个田压把盒子水风密度仪 检测啊 这个要知道 好 这个呢 写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 你旁边的这个备注下 一个呢 是95页的什么面板的养护 还有一个呢 是103页的常态混凝图养护 大家注意啊 这个针对了面板养护 针对常态混凝图养护 包括速决和低速决 养护的时机和养护的方法 是不相同的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呢 在工程的实践中 包括在考试中啊 一定要盯着 呃 养护的对象是什么 咱们下面来看啊 你按混凝图养护呢 呃 要保持湿肉 然后注意 特殊环境的养护 在大风干燥高温条件下施工 那么要点 采取舱面喷雾的措施 防止火凝图表面水平散尺啊 呃 这个呢 你在工程实践中 包括在考试中啊 要注意题目表述 那么另外 正在施工和钢碾压完毕的舱面 防止外来水流入 下面 这一个注意 火凝图中凝厚 中凝厚 你注意它的提法 这点呢 大家可以看到和常态和面板是截然不一样的 对吧 中凝厚立即保湿 立即保湿 然后呢 对于水平时供奉养护 应持续止上一层 尼亚混凝土开始铺住为止 养护时间 那么永久的外露面呢 一养护28天以上 台阶 棱角应加强养护 这个呢 就是关于尼亚混凝土的养护的几个具体的细节要求啊 那么这个呢 希望大家能够和常态 能够和面板进行对比以后呢 把它记清楚 别忘了啊 下面红凝土 罢了这两种手段 那么这个里边呢 有一些细节要注意的 是客观点考考点 曾经呢 有一块区域呢 它是在19年的案例考到的 首先呢 是 那么我们是用这个稠度呢 是用微波仪来测定啊 微波仪来测定 那么来测定红凝土的稠度 控制配合比啊 那么它具体测出来的数据呢 就是VC值 用微波 微波仪具体测定的 咱们讲的这个在振动台上 对吧 这个就是微波仪啊 通过微波仪来测定红凝土的稠度 来控制它的配合比 呃 不能过干也不能过湿啊 那么这个应该讲 理想的VC值呢 应该控制在这一个 二到十二秒 出一口呢 咱们是略微再调整 呃 这是一个注意的点 还有 每铺住碾压混凝土 100到200平米 至少有一个检测点 每层三个啊 注意细节点 客观体考考点 铺住碾压混凝土的强度 强度 抓点强度 在施工过程中 是以监测密度 监测密度进行控制的 然后呢 具体呢 钻孔取样 钻孔取样 单选题 钻孔取样 是平定铺住碾压混凝土的综合方法 注意细节啊 这时候要注意的 那么钻孔取样呢 刚才讲的是平定 铺住碾压混凝土的综合方法 具体怎么平定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 19年的案例 当时19年的时候 这块令容 我是按照客观体来强调的啊 同样的 今年这块令容呢 我觉得考案例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说建议大家按照客观体来强化 也就是说通过钻孔取样以后 我们要来评价年红土的 比如说减职性啊 抗生性啊 力学性能等等 到底呢 通过呢 钻孔取样以后 通过哪些指标来进行评价 把这个要理清楚啊 一个呢 是钻孔取样的 新样的获得率 这个来评价年红土的 终植性 也就终植性 通过什么 新样获得率 那么另外呢 抗生性呢 大家比较熟悉 通过什么呢 压水实验啊 这个压水实验呢 什么地方做过啊 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进行 霸击灌浆的时候 它的供应流程是 钻孔 钻孔冲起 然后再下面 压水实验 通过压水实验来获得 反映基岩渗透性能的 那么一个指标 叫单位吸水率 对吧 具体流绒 这样一个这个 那么具体是多少 都是流绒来反映啊 所以说压水实验呢 它是反映了 它的渗透性能的一个指标 这一点呢 和前面一结合 很快就记住了 再下面 新样的物理力学性能 试验 它是评价 鸨孔的纠直性 和力学性能 这个一看 对起来了 没有问题 对吧 另外呢 新样的断口位置 及形态呢 它是描述 那么断口的形态 分别统计 新样断口 在不同类型 压层间结合出的数量 并计算了 总的断口数的比例 评价 评价 要点在这 评价 评价 这个呢 层间结合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所以说呢 这个里面呢 中间的你说 作为考试你记不住啊 我们还满着考试要求 你就知道了 新样的断口位置 及形态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评价 层间结合 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 那么我们呢 拧压混凝土呢 它和土石吧的施工点 像也是呢 分层拧压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层间结合 到底用什么来评价呢 通过呢 钻孔取样的 新样的断口位置 及形态 来描述这个事 和它那个取样 结合在一起 另外呢 取样以后呢 通过它的外观 外观的描述 来评价呢 拧致性和密实性 也就是说 纠致性密实性呢 可以通过新样外观 来进行描述 那这几个点 这几个点 总共五个点 这五个点呢 包括新样获得率 压水实验 新样的物理力学 性能实验 新样的断口位置 及形态 还有一个呢 新样外观 这五个指标 首先要记住啊 它是呢 那么这个进行呢 咱们这个评定 银红凝土的 评定银红凝土的 压水质量的 主要的几个指标 那么具体呢 评定什么 把这个对应关系 再注意一下 可是可以进一步 适用到的客观题 这个呢 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呢 关于这块内容的话 还是要少别花点功夫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关于呢 银红凝土的内容 就这么多啊 我们把这一节 再简单的总结一下 那么这一节呢 也就是咱们这个 教材的120页 那么这个120页的 这一块的话 总体来讲呢 考案例的可能性不大 我的定位啊 也就是说呢 你的你的学习定位呢 就是教材呢 有时间的话 痛读个两个三遍啊 这个地方我讲的有时间 然后呢 如果是实在没有时间呢 你就按照我们强烈的客观体去强化 然后呢 要特别注意的点呢 就是有可能 考案例的点呢 就是一个呢 是关于银红凝土的养阔 再一个呢 就是刚才看到的啊 关于钻工取样 它是呢 综合评价 银红的质量的综合方法 那我们通过呢 取样的哪些相关指标来评价 银红凝土的什么样的一些呢 它的一个智囊 把这个钻关系把握了 那么另外其他的一些点呢 就刚才强调呢 做一三遍点去强化就可以了啊 教材呢 你说实在没时间看 就按照强调的PPT去看嘛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关于呢 银红凝土啊 分成两节 就跟大家一起复习到这里 它的考点很明确啊 落点落在几个 一个呢 就是简单回顾一下 工艺过程 这个呢 要建议记住 第二个银红凝土养阔 第三个 钻工取样综合评价 银红凝土的这个质量的 五个指标 把这三个点啊 作为重点去强化 其他的第三点 按照我们提出来的点 去强化就可以了 复习的建议 教材有时间就看 没时间不看 问题不大 好 这样的话 关于呢 这一节 我们就一起分享到这里 那么这样的话 关于整体的 混凝土霸的内容 咱们就一起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我们呢 下面呢 看到这个 曾经的考题 母水炸 炸地板 混凝土采用平胶法 施工 最大混凝土 胶出块的面积是400平 胶出层扣40厘米 混凝土出凝时间 三小时气 混凝土从出汽口到入仓的时间 30分钟 则该混凝土半合站 小时生产能力 最小是多少 求的是什么 求的是混凝土半合站的 生产能力 你抓它的考点 这也是我们经常考试中 我三三强调 你要看问题啊 混凝土制备能力 混凝土制备能力 马上回顾一下 混凝土制备能力 我们前面强调了 混凝土的制备 制备能力的确定 通过满足两方面要求 一个满足 满足什么 进度要求 通过什么呢 通过了它的这个呢 越胶出强度的最大值 或者说最大的越胶出强度 把它划成 小时的制备能力 来进行计算 对吧 再一个呢 要满足质量要求 满足质量要求呢 基本公式 我想呢 你这个 它没给公式啊 这是曾经的考题 你都推出来 对吧 怎么推呢 很快地回顾一下 曾经的间歇 这个呢 从满足质量要求讲的话 主要落点落在什么呢 落在曾经间间歇世界 应该是小于等于 应该是小于等于 它的什么 允许间歇 对吧 那永续间歇我们可以取比混凝土的初凝时节 那么这样的话 曾经间歇是多少呢 曾经间歇 它包含两块 一个是混凝土用出入仓的时节 我们用七一来表示啊 三十分钟比你给算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呢 咱们的这一个呢 最大 最大胶注 最大胶注块的 一层的胶注所应的时节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呢 最大胶注块的平面面积 s 胶注层后 d 再除一个呢 它的胶注能力 P 那么我们呢 讲呢 在这个里面 进行计算的时候呢 给它呢 考虑一定的系数 放1.1 也就是这个呢 应该是怎么样呢 小于等于 出凝时节 对吧 出凝时节 那现在你看一下 在这个公式里面 P是代求的 这是胶注能力 我们讲的这个胶注能力呢 应该最小满足 那么也就是说呢 咱们的致币能力 也应该按照这个胶注能力来控制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就把这个公式推出来 对吧 那你挪过来 把这个呢 减去一个 那么T1 T1呢 这个地方多少 三十分钟 给大家给出来了 你注意 到时候计算中的话 注意单位化统一 那么这个出凝时节 是小时 给你多少呢 三个小时 三小时 然后呢 那么我们呢 再调换一下 把这个P挪过来 P就大约 等于1.1倍的SD 除以一个多少呢 咱们三小时 减去一个0.5小时 就是2.5小时 2.5小时 当你把它画成分钟 那么他问你 最终问你的 这小时生产能力 那就画个小时吧 注意单位 小时生产 你这个地方就2.5小时 2.5小时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S400平 D 40厘米 对吧 那么这个 画统一 你都画成米 然后这个数据求出来 结果有了啊 70.4米 立方米 每小时 这个呢 是考了一个大家什么 支备能力的 也就是通过这个题目 你可以看到 他考的就是最基本的东西啊 而且支备能力呢 已经考过很多感次了 这是曾经的一个客观题 那这样的话 关于这张 我们想呢 就给大家一起复习道具 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张的内容呢 那从整体的架构来讲呢 涉及到两块 一个是混凝土工种的施工 主要强调了混凝土的制备 混凝土的用书 以及混凝土的胶筑 三块内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部分 另外 还有呢 辅助部分 钢筋和模板 那么再有呢 就是 由工种 延伸到混凝土 构筑物 主要是混凝土坝 和年红凝土坝 两个建筑的施工 那么在这里面呢 主要的我们强调的安利点 再一起主顾一下 一个混凝土 制备能力的确定 满足两方面要求 刚刚的这个 就满足一方面要求啊 那么第二个 混凝土用书里面的 按照不合格料处理的 几种情况 这个你最重要的记住啊 混凝土的用书 在下面 混凝土胶筑 混凝土胶筑这块的 考核点比较多 涉及到混凝土胶筑的 供应流程 当然呢 在这之前呢 首先是涉及到呢 咱们胶筑场的划分 对吧 我们以忠误罢为例啊 胶筑场怎么划分出来 划分出来以后呢 没绕着一个胶筑舱 怎么胶筑 包括胶筑的供应流程 包括胶筑前的 准备作业 包括 入仓铺料 那么这里面的 涉及到冷缝的问题啊 入仓铺料的冷缝的原因 那么怎么去 这个避免 还有个呢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 做了一个简单补充 对吧 没绕着一个呢 混凝土胶筑方案 合理与否 怎么去进行验证 那么再有 你就说是它的供应流程 往后嘛 对吧 那么再下面就是 红凝土的这个 铺料完了以后呢 正导 那么判断红凝土 是不是达到了 正导的要求的 定性的判断的 那么几个指标 还有一个过正 可能带来的不良效果 再一个呢 就是呢 那么咱们按照 不合格料处理的 那么这个情况 以及 红凝土要挖出的情况 这些呢 我都是按照 安理点 给大家强调的 希望呢 您要引起注意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 咱们关于呢 这个 混凝土的 制备用处 胶筑的 那么几个 主要的安理考核点 另外呢 就是钢筋磨板 钢筋的主要的前列 磨板主要强调了 一个是猜磨的 关于猜磨的 强度要求 再一个呢 就是关于呢 磨板的贺赛 后期会补充的 那么钢筋呢 我们主要还是一个 钢筋的标注 不合 搞清楚 那么再有 钢筋的下落长度计算 去年考过的 今年可能不大 但是你还把它搞清楚 再一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 钢筋的带换 带换呢 注意细节约定啊 安理的可能性略小 但是呢 咱们还是把这个 带换的几个点 这样能够抓住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关于呢 这个 工种施工的啊 那么 另外呢 就是还涉及到 大体红冻温控的 大体红冻温控的话 主要的 大家抓住的一个点呢 就是咱们这个 温控措施 的相关的一些呢 指标 温度控制指标是什么 这个你记住 还有一个呢 就是呢 关于相关温度的概念 三个 给了三个啊 比如入藏温度 交入温度 对吧 除去温温度 三个的概念要搞清楚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关于 那么前面的工种 红冻土工种施工的 那么主要的安理点 比较散 但是它始终以 整个有红冻土的 那么施工的 为主线 那再下面到 红冻土大坝 红冻土大坝呢 这个里面的点不多 两个 一个呢 就是关于 分块的 划分 要清楚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 红冻土质量控制 那么质量控制 有怀疑的时候呢 咱们用什么手段 很简单 一个点啊 那结束就行了 那么另外 大均红冻土 红冻土的话 考点刚才才说过 应该还有影响 一个呢 是 红冻土工艺流程 要非常的熟悉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红冻土跟养库 还有一个呢 钻工取样的 与红冻土质量的评价 三个点 那么三个安理点 那么这样呢 我们关于 整体的红冻土坝 和图石坝 和导流 是我们的 整体的前面的 主要的考点 就跟大家一起 复习到这里 感谢观看